南韓執政黨拜選總理和總統府的高級幕僚紛紛請辭 哈馬斯領袖兒孫七人在以色列空襲上命 停火談判恒生變數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高於預期 六月份降息機會渺茫 新聞陳昭華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今天臺灣有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新聞 就是高雄市的民生醫院發生匪夷所思的開錯刀事件 一開始是公有推錯病床 但是一路上包括了護理師 麻醉醫師 主刀醫師 都沒有核對身份 等到被發現的時候已經開完刀了 現在除了相關人員被寄過 醫院院長也被撤職 因為低血壓問題入院 結果卻開了一場不用開的刀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4號發生了開錯刀事件 消息一出震驚各界 被開錯刀的黃姓男子和張姓男子同住一間病房 4號當天 張姓男子要進行松腔引流手術 結果公有協助送人時 卻把黃姓男子推進手術室 而且護理師 麻醉和醫師等人都沒有發現 知道護理師要給鑰匙 才發現人不見了 但手術已經做完 而根據了解 這名被誤開刀的黃姓患者 平常住在護理之家 單身沒有子女 目前轉入普通病房身體狀況穩定 本院立即以病人安全事件 處理啟動調查 本人對此事件表達深切的檢討及歉意 主治醫師沒有依照SOP流程進行 也面成這起事件 院方坦誠疏失致歉 也強調會究責 至於院長顏家綺 也被衛生局免除了管理職務 即日起由市立醫院管理中心執行長 檸檬橋醫師代理院長 儲民生醫院最高50萬元罰款 院方已召開人省會 會究責五名相關的人員均激過處分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說明 已經請醫測會成立專家小組調查 而一般在醫院 正常開刀之前的SOP 從病房到開刀房之間 會多次確認姓名等資訊 還要核對手圈 那部分也會去跟病人去做一個核對 如果病患無法自行回答 又沒有家屬陪同 院方會核對手圈 以及有照片的證件 要精力多重確認 才可以保障病患的身份 也減少後續醫療糾紛事件發生 記者許正俊 曹燕俊 邱富財 高雄台北報導 食安地雷接連爆發 知名連鎖店藏壽司 也在十天之內接獲了四起疑似食物中毒案 新北市衛生局已經勒令兩家分店暫時停業 雙北地區也要全面查核所有的分店 另外 王品集團旗下的餐廳疑似感染 諾羅病毒事件 王品今天再度公開道歉 同時宣布消費者可以全額退款 並且提供醫藥費和慰問金 新北市衛生局人員前往稽查 因為藏壽司近期已經連續有兩家分店出現疑似食物中毒通報 引發食安疑慮 被衛生局要求暫停作業 即日起也將全面積查 轄內其餘十家分店 備事也跟進 藏壽司新莊紅燴店以及淡水戰前店 分別因一年內兩次被通報疑似食品中毒 那目前通報人數未有在增加 衛生局命這兩家分店暫停作業 新北衛生局二日前往淡水戰前店進行 稽查 現場也發現冷凍庫未定期除霜 以及壽司盤破損等缺失 移民業者限期改正 否則可依實安法開罰最高兩億法緩 在不同電話我想我們衛生單位 他除了這個包掛餐廳那邊 會有一些採檢的話 也應該會採檢那個上游供應的廠商 網品集團也限時案風暴 疾管署初步認定出瓦 向蠟捷運西門店 二日到六日疑似感染 諾羅病毒事件 除了向消費者致歉 也提出餐廢全額退廢 醫療給付及消費者慰問金方案 至於臺北保齡茶室案 明代質疑中央第一時間不願 查扣相關食材 市長講完證實 但衛福部駁斥 王必勝動怒回擊 要是否把話說清楚 近期國內事案事件頻傳 新政院長陳建仁也指示 衛福部應經濟食物中毒事件 通報機制 且評估清正民眾可用網路 即時通報 紀錄黃曼全博玉 新北泰保德 再來關心花蓮的強烈地震 不只造成人命傷亡 建築倒塌 當地的旅遊業 跟相關商店 現在也是一片仇雲 慘物 受到重創的經濟 不知何時才能恢復 守在店門口左看看 又看看不停東張西望 員工站的一上午就市 等不到客人來光顧 廉價前夕欲強症業績少了一大半 如今外地人考量安全與交通 也暫時先不來 花蓮多間名產店 生意冷冷清清 店內空無一人 不見觀光客總影 那目前來說 就是跟員工這邊協調 先讓他們修特休假跟年假 因為現在的假很多 關鍵的人潮不來 前潮當然進不來 就怕買氣不回溫 當地八家名產與伴手禮店家 串連發起另類行銷 只要民眾消費一百元 業者就捐五十元救災 裡面可能會扣掉必要的費用 刷卡手續費跟運費 然後我們的款項 會捐給衛福部的一個帳戶 以及花蓮縣政府的莊戶 大批蔬果裝箱準備出貨 但受限蘇花公路 有條件開放通行 大卡車送貨得走南回 在北上 十二小時路程 也讓蔬果賣相變差 排賣價格掉了三分之一 衝擊生計 都是二十七噸的冷藏車 那冷藏貨櫃的冷藏箱 上火車板車以後 會靠過隧道的高度 所以沒有辦法走鐵路運輸 槍震重創花蓮地區 除了建築物倒塌等損害 經濟層面也帶來嚴重打擊 記者文家凱 陳冠宣 謝正玲 花蓮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結束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會面之後 今天回到台灣 對於他昨天當著習近平的面 脫口說出中華民國 到底是口誤還是有意為之 馬英九笑額不大 前往馬英九結束仿中型返台 在陶姬發表簡短談話時 重現前一天在馬席二會上的口誤 把中華民族講成中華民國 對於是否刻意口誤 馬英九笑額不達 入委會則重申 馬英九沒有公開向習近平傳達 台灣人民捍衛主權 及對民主自由體制的堅持 有為社會期待 深感遺憾 而紐約時報分析中國 在馬席二會展現與台灣往來的意願 但也凸顯相關交流 只能依北京所設的條件 希望藉此匡線準總統賴清德 許而認為習近平在會中提到 及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為兩岸和平關鍵 就是在向賴清德表達底線 與此同時 中國人將持續穩攻武嚇 賴清德十一號以副總統身份 接見美國智庫二零四九計畫 研究所訪團 提到訪團 在美日峰會舉行之際 來訪台灣更顯意義重大 並強調上任後 將致力維護台灣的安全 兩岸的穩定 以及印太和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十號 跟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雙邊會談 兩人會後宣布將要強化 美日軍事同盟 拜登同時也強調 他會持續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話 以避免雙方產生誤會 美國總統拜登與夫人急而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抗力到訪 在白宮南草坪隆重的歡迎儀式後 雙方舉行雙邊會談 兩人表示將強化美日同盟 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以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岸田也帶來兩百五十顆象徵日美友好的燃錦吉野 櫻花樹苗 慶祝美國將在二零二六年建國兩百五十週年 雙方聚焦以哈衝突 俄烏戰爭以及北韓 台海等議題發表看法 拜登特別讚揚岸田 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 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 力推防止核武擴張議題 並堅定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等 拜登也提到 最近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 雙方同意維持溝通管道 岸田也表示 會與美國持續呼籲中國履行身為大國的責任 公司新聞這位任編譯 南韓執政黨國民力量在十號的國會大選慘敗 除了臨時黨魁下臺負責 連國務總理韓德珠以及總統府 多位高級幕僚都接連請辭 尹熙月總統今天表示 虛心接受民意 也承諾要改革國政 身身萬腰一鞠躬 在南韓國會大選中 取得壓倒性勝利的在野黨共同民主黨 黨魁李在明十一號率領幕僚 向支持者表達感謝 因為他們在300席的議員席次中 勇多175席 順利達成過敗目標 而執政黨國民力量黨則只獲得108席 形成自1987年韓國總統直選以來 其次差距最大的一次 敗選的國民力量臨時黨魁韓東勳 隨即宣布辭職負責 總理韓德珠也在稍早提出辭成 此外總統辦公室的高級幕僚也幾乎全員請辭 包括秘書長及發言人 尹錫悦本人則表示 虛心接受民意將革新國政 為穩定經濟和民生竭盡全力 分析指出 這次大選 行通對尹錫悦政府的其中考 而民眾以選票表達了對經濟現況的不滿 學者認為 尹錫悦政府雖然持續跛腳 不過在野黨聯合小黨的席次 也不到兩百席 仍不足以跨越三分之二的門檻 尹錫悦總統 還是能夠躲過彈劾危機 不過未來政府 想要通過預算與法案 在國會恐怕將遭遇更大的挑戰 公視新聞則 惠明編一 繼續要為您報導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停火談判 陷入僵局 現在又出現一個重大變數 以色列十號針對加薩的猛烈空襲 炸死了哈馬斯領袖 哈尼爺的三個兒子 跟四個孫子 哈尼爺痛批 以色列懦弱的攻擊 強調自己不會因此改變談判立場 遭以軍空襲的車輛 被炸得面目全非 民眾找到多具遺體 證實哈馬斯領袖 哈尼爺的三名兒子 及四名孫兒 都在這次事件中遇害 就在開施節第一天 哈尼爺的兒子開車到加薩中部下敵市與親友團聚 沒想到七名家人都在路上命散黃泉 以軍宣稱哈尼爺三名兒子都是哈馬斯的軍事官員 但曾經擔任巴勒斯坦總理 目前是哈馬斯政治局主席的哈尼爺 在流亡蒂卡達得知消息後憤怒表示 這起悲劇不會改變他們要求永久停火的決心 哈馬斯也絕對不會投降 哈尼爺是主導以哈停火談判的重要人物 這起事件無疑將是已陷入僵局的談判雪上加霜 根據CNN的報導 正在協商中的停火六州方案 規劃由哈馬斯交出40名人質 交換以軍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哈馬斯方面以暗示難以做到 引發外界擔憂 恐怕有更多人質已經在炮火中罹難 而以軍持續攻擊加薩 也在國際間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已改口予以譴責 我認為他在做的事是錯 我跟他不認同 所以我正在呼籲 是讓以軍人只要叫燃火 讓在接下來六、八個月 以阿戰火燃燒至今超過半年 已在加薩奪走三萬三千多條人命 而根據以方估計 哈馬斯仍握有的一百二十九名人 至終有三十三人已經死亡 在雙方各有堅持 無法達成停火協議的情況下 這場戰爭仍看不到盡頭 公視新聞則會名片一 今年參加巴黎奧運的田徑選手 將會有一筆意外之才 因為世界田徑總會首開先例 決定要提播兩百四十萬美金 發給每一場田徑比賽的金牌選手 五萬美元的獎金 至於銀牌跟銅牌呢 從下一屆奧運開始也有獎 我們知道奧運比賽上來 都沒有頒發獎金 但是許多國家的政府 和相關運動組織 還有贊助商 都會提供優秀運動員各種獎勵 像是臺灣發給奧運金牌 兩千萬元獎金 銀牌是七百萬 銅牌是五百萬 而奪牌難度更高的田徑 游泳和體操項目 再加碼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金牌選手可以拿到三千萬元 這個獎金在全球是名列前茅 二零二四 巴黎奧運 只要在田徑摘下金牌的選手 將獲得由世界田徑總會 頒發五萬美元獎金 相當於臺幣一百六十億萬 市田也將是第一個直接發獎金 給選手的國際運動總會 符合以精彩付出就因獲得回報的 奧運商業化潮流 世界田徑總會表示 已撥出兩百四十萬美元 用來支付今年巴黎奧運田徑項目四十八場 賽事的金牌得主 接力賽隊伍成員將評分這五萬美元 銀牌和銅牌得主的獎金 將從二零二八年的洛杉磯 奧運開始發放 國際奧會的轉播權利金與贊助商廣告等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會分出給國際各運動總會以及各國奧會 市田便是其一 現代奧運商業化之前僅為業餘運動員賽事 國際奧會並不發獎金 不過運動員仍能從自己國家政府或贊助商獲得 以我國國光體育獎章辦法 奧運金牌兩千萬 銀牌七百萬 銅牌五百萬 田徑游泳體操金牌加碼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我國田徑選手在奧運摘金 將可獲得三千萬獎金 而隨著七月底奧運的到來 巴黎維安也更加上緊發條 國部組織伊斯蘭國放話要在歐冠杯八強賽開梯前 於四座球場發動攻擊 且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蓄意散布謠言 讓民眾對法國政府保護百姓能力 更加懷疑跟恐懼下 在巴黎重要地標交通樞紐等 到處可見法國警方正在巡邏 目的正式展現強大警力 讓民眾放心 公視新聞黃銘利便宜 現在就請P帥來為新聞猜猜看出個題目吧 好的 剛才新聞提到台灣選手在奧運拿金牌 至少有台幣兩千萬元的獎勵金 但你知道哪一個國家政府提供的獎勵 已經比台灣更高嗎 一 新加坡 二 日本 三 英國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先前我們報導過高科技鯊魚衣用在游泳比賽的爭議 最近又有業者推出採用碳纖維版的競速跑鞋 的確是讓許多跑者的成績大幅推進 於是又引發了是否算是科技競要的質疑 而世界田徑總會已經宣布將在年底限制田徑比賽選手跑鞋的厚度 法國巴黎日前舉辦一場十公里長跑競賽 不少跑者跑出超越過去紀錄的成績 他們的共同點是都穿上日本運動鞋品牌 亞瑟士最新的競速跑鞋 這場比賽總共有二十名跑者打破紀錄 其中包括兩名在三十分鐘內玩賽的女性跑者 跑鞋似乎讓他們表現更好 碳纖維版會帶來超強的回彈效果 再加上形狀設計能產生更好的推進力 讓跑者花費更少力氣跑得更快 手破人類紀錄 兩小時內跑完四十二點一九五公里 賽事的肯亞名將基普喬格 當時腳上穿的就是碳纖維版跑鞋 雖然這場比賽因為不符國際賽事規格 成績沒有列入正式紀錄 但專家指出碳纖維版的確提升跑步效率 但碳纖維版也引發爭論 因為如果是穿了競速跑鞋 提高了跑者表現 這算不算一種科技禁要 為了減少爭議 世界田徑總會日前再度加強限制相關跑鞋 巴黎奧運後也就是十一月起 田徑比賽選手使用的鞋子 鞋底厚度不能超過二十公里 公視新聞算您編譯 繼續要告訴您 美國政府公布三月份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為百分之三點五 超過了市場預期 有分析師認為這代表六月份 降息的機會渺茫 美國股市十號收跌 稻蟲工業指數下跌百分之一點零九 標普五百跌百分之零點九五 納斯達克百分之零點八四 費城半導體百分之一點六五 勞工部公布三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百分之三點五 不但高於續場預期的百分之三點四 也高於二月份的百分之三點二 原本熱欠預期 聯準會六月的降息行動 如今被澆了一盆冷水 美國總統拜登當天被問到相關問題時 表示自己預測今年仍有降息的機會 聯準會議明確表示 在經濟健康發展情況下 並不急於調降基準利率 此前所預測的降息次數為三次 公視新聞黃雲雷給贏 全球穆斯林在十號迎接開齋節 印尼各地敲鑼打鼓遊街慶祝 熱鬧的程度就像華人的農曆春節 不過在美國廢城卻有槍手 在穆斯林聚會的地點交火 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敲鑼打鼓 揮舞旗幟 天空還放起煙火 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 結束一個月的齋節後 民眾歡欣鼓舞迎接十號 開齋節的到來 首都雅加達前一晚就開始慶祝 許多人騎著機車或是開車游街 進行傳統活動 出門告訴大家好消息 慶祝開齋節對穆斯林來說就跟華人過龍曆新年一樣重要 開齋節前幾天大批印尼人就開始返鄉 跟親友團聚 由於這是疫情後第一個開齋節 印尼交通部估計移動人數將多達1.93億人 光是大雅加達地區 就會有超過兩千八百萬人返鄉 大規模返鄉潮導致部分旅客 要花二十四小時以上的交通時間才能回到家 印尼海軍甚至特別派出一艘戰艦 而到十號開齋節當天一早 穆斯林就聚集在清真寺祷告 許多清真寺因為大批人潮湧入 將部分信徒移到戶外 首都雅加達一座清真寺 兩側街道都坐滿前來祈禱的穆斯林 連步行都有困難 同樣是迎接開齋節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卻傳出不幸消息 當地時間10號 西費城一座公園突然槍聲大作 當時公園內有上千名參加開齋節活動的民眾 不少人攜家帶卷前來慶祝 沒想到會傳出槍響 活動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警察獲報立刻趕往壓制槍手並逮捕五人 這場混戰總共導致三人受傷 公視新聞轉零編譯 波蘭政府最近宣布取消小學三年級以下的家庭作業 四年級到八年級可做可不做 也不能列入成績 用意是為了減少學童壓力 培養他們的創造力 不過現在許多老師和家長可擔心了 房間裡擺滿手繪創作和裝飾品 十一歲的奧拉很喜歡藝術和音樂 她今年就讀小學五年級 和家人一起住在波蘭首都華沙郊區 最近她感到很振奮 因為波蘭政府宣布新政策 減少學生的回家作業 奧拉認為她將有更多時間鑽研自己的興趣 最近波蘭社會對於推動教育體系現代化 討論熱絡 有批評指出 過去的教育方式過度強調背誦和寫作業 導致學生缺乏批判性思考和創造力 波蘭圖斯克政府四月寄出新規定 一到三年級學童將免除家庭作業 四到八年級可寫可不寫 且作業不得納入成績幾分 然而有些家長和老師擔憂 沒了作業 學生將難以培養讀書習慣和學術思維 波蘭媒人政府都致力於教育改革 但學制和教科書不斷更改 讓第一線老師感到無所適從 教士聯盟就批評 學校家庭作業的政策太倉促 沒有納入教師團體意見 未來還有可能加劇富裕和貧窮家庭的教育差距 公司新聞兩人編譯 這樣要再把鏡頭交給P帥 請他來揭曉今天新聞參賽看的答案 好的 新加坡政府給奧運金牌選手的獎勵金 超過台幣兩千萬元 比台灣更高 日本只有一百多萬 英國則沒有任何金錢獎勵 答案是一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一旦 不安 最大的 不安 小崗